大家好,歡迎來到股倉 一個分享投資支持成長的地方 這個禮拜收了6月的月線了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段時間我的想法以及策略 後面也會來分享一下金融股的部分 那美股S&P500在上半年跌20% 是創下了197年以來最慘的半年 台股原本還相對有稱 那但是這個禮拜最後來個趕進度 這半年來是下跌了34、34點 那跌幅是18.8% 我想這也是創下了台股歷史上很慘的半年 所以說今年一樣的策略 真的就是要放慢補掉 手上的資金保留至少5成 可以撐過這一年到兩年左右的時間 那然有資金可以繼續的投入 這樣最後不管底部在哪裡 那也至少可以取到最高與最低點的平均價位 就像前面兩週說的 大型的空投修正 以過往的紀錄是有很大機率會碰到10年線的 那所以先不要被前兩年漲得高高的股價 就先把心中的價格做定錨了 像台積電跌破600就已經覺得很便宜了 結果又出現了500 又覺得不會再殺了吧 那在下半年開始的第一天 又已經快要碰到了450了 指數10年線的位置大概是在萬億左右 那也就是說如果這次的修正是有像過去股災這樣的等級的話 還會再來一次上半年這樣的跌幅 那怎麼判斷現在的資金水位要放多少呢 我覺得在空投的時候最考驗的就是心智的強度了 如果你現在的賬戶虧損性讓你覺得壓力很大 那已經開始擔心到睡不著覺了 這時候就是現在投入的資金水位已經過高了 那下半年要是再來一次這樣double的跌幅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生活 甚至承受不住就不理性的殺出了 甚至有些人可能從此都不會再碰股票了 那如果過去有經歷過幾波的空投洗禮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這又是一次財布翻倍的機會了 過去常常都會聽到有人說 要是當時在08年雷曼的時候 借錢來壓身價就好了 資產不知道會翻了幾倍 不過在當時恐慌的氣氛下 感覺整個金融體系快要崩潰了 比起現在的氣氛是慘得非常多 那當時很多的企業都已經開始翻無薪價了 甚至有些上市大公司也紛紛的倒下 比起現在是可怕得多了 那現在很多公司基本面事實上都仍然是賺錢的 只是賺多賺少而已 企業現在普遍的應對也是欲缺不補 都還沒有看到像當時大規模的失業和無薪價 甚至都有風機台關場休息的狀況出現 所以說其實不太需要因為市場價格的下跌這麼緊張 股市本來就是漲多了就會修正 只是每一次的導火線都不一樣 那現在我們又是經歷了一次空投的激利 說真的以每一次空投底部會到哪裡 也不太可能猜得到 要是這樣那直接在最底部的時候 就借錢出來全部收他就好了 不過這是不切實際的 所以說像對我們這樣一般的散戶而言 只要相信歷史是不斷的在重演 那要保持一個策略 保持心情的舒服 那在空投下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真的覺得虧損壓力很大 那就先不要每天看一堆利空的新聞 然後也訂閱我們的頻道 每個禮拜來個心理馬殺機吧 看看股神八爺爺上一季就虧損了650億 我們又更拉近於有錢人的距離了 連股神都在虧損了 那我們今年要在股市賺錢 其實真的是非常難的 所以不需要看得太嚴重 那看到目前台股本益比的狀況 已經快來到10倍左右了 那以長期來看 是已經到相對很便宜的低點 但是這兩年因為疫情的影響到全球的通膨 本益比核流土的協率是有點衝得比較快 今年預估大多數的企業貨育都會衰退 所以說如果以比較保守的本鏡比來看的話 1.5倍算是比較嚴格的低點 那指數大概就是在12000附近左右 2020年3月的時候 大概也是跌到這個位置 所以說萬一萬二要是真的有到的話 是可以再勇敢一點加碼的地方了 不過一樣的很難去預測最低點 如果我一直都把錢hold著不投入 也可能這次不會到萬一萬二就錯過了 那我的做法要是把錢攤成一年半左右 來定期但不定額的投入 到目前我認為便宜的股票 有到10年限的話再加速度加碼進去 這就是標準的左側交易 那如果沒有跌到那麼深 已經張回季線轉為多頭了 那就是以右側的邏輯也是加碼進去了 再沒有符合這些訊號出現的話 那就是以最笨的方式 不花腦力心思就是定期的打進去市場 其實在空頭下真的不用想太多 只要部位有空好 不要單壓太大在單一的個股 像我的話單一個股都會空在5%以內 那真的很看好的股票 也會空在最多就是10%以內 指數型的ETF就是放個20-30%左右 這是屬於最安全的部位 那要拉高到五成 甚至全部都買大盤ETF 也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種做法就是最愛心的方式 那部位的管控 完全就是看每個人的心臟強度 只要睡著著覺得心情不會受到股市下跌很緊張的話 那這樣的部位就適合你 可以順順地度過這次空頭建立起來的部位 那也不用很久 這段時間過了之後 自然就會開始謝謝過去的自己了 我有開了一個頻道的實驗帳戶 就只買分享的一些股票 就從這次高點開始修正的時候開始來買 那照著紀律每個月定期不定額的買 便宜或是加碼價的時候就來加倉 那當作是個從零開始存股的帳戶來做個實驗 目前账戶大概虧損了6%左右 我們來模擬看看一個從空頭市場才加入的存股新手 在非常衰的情況下 一進場然後股市就開始下跌 那經過了一個微笑曲線的建倉之後 績效和明年的股息會是多少吧 那來開始接著這禮拜股市分析的部分 今天來回答網友的問題 一直跌深的金融股金城銀 值率已經到很甜的6%以上了 那過去的金城銀也算是金融股的自由深 今年因為俄羅斯債券的問題 截至目前自己的EPS 年度是衰退了80%左右 那很多人都知道 當優質的金融股遇到衰市大跌的時候 通常都是這一年兩年最好的買點 那之前華南金、中信金、台七零、西零都有類似的case 所以市過完後只要沒有商金洞股 隔年都是最標的金融股 那今天就來分享一下我對金城銀目前的看法 我們來看看金城銀最新更新的基本資料 金城銀股票代碼2809 是一間民營的金融股 股本112億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金城銀和其他金融股相比 可以說是股本非常小的金融股 所以說相對的在持股人數部分也可以看到 小100張的持股散戶人數只有4萬人左右 比起一般的金融股一堆是30、40萬以上 算是還相對人文也是比較少人在存的金融股 但是其實金城銀長期是一件很極優的金融股 長期的零號報酬率大概是有13-15%左右 但是它的波動相對也確實來的比較大 目前散戶持股比例是15.9% 大戶持股比例是71.9% 等等會再詳細來看一下財報的幾個關鍵重點 就可以大致上來確認目前價格是不是有價值了 也可以知道目前下跌的原因是什麼 那金城銀成立於1948年 前身是台南棄銀 總部位在台南市 全台共有66間的分行 主要據點是分佈在雲加南地區 那存款有81%是來自雲加南區域 販款的話主要是由北中高的分行貢獻了86% 那從目前最新一季的財報來看 銀行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三個 利期收入、手續費和投資收益 可以看到金城銀利期的收益在第一季賺了14.6億 手續費是5.53億 這兩項相比去年同期的YY都是成長的 那再來其他收入部分是虧損了14.15億 這是造成金城銀財報非常不好的主因 那這要我們就要來翻開財報裡面的損益表來看 在資產減損迴轉這個項目 虧損了12.45億 這是因為直接先認列了12.45億的俄羅斯債券 那這項的認列也是讓金城銀 今年要贏過去年的獲利是相當難的 不過也算是一次性的事件 所以其實因為這個的下跌倒是不用太擔心 反而是一個機會 那另外再看到金融資產損益的這個項目 去年是賺了7.3億 今年則是變成了虧損5500萬 這個項目其實才是正確的可能會延續影響金城銀股價的項目 那這個部分指的就是交易投資屬益的部分 可以看到股票投資的部分虧損了1.6億 那債券的部分是虧損了1.44億 金城銀在股債市的投資部位相對一些銀行類的金融股是來的比較大的 那這部分就是比較像壽險類的金融股 就比較大的股債投資部位 在部位比較大的債市的部分 第二季美國公債價格仍然是下跌了 不過近期是有看到一些比較明顯的反彈了 那金城第二季財報還沒有公佈 不過應該可以預期也不會好到哪 菜券整理的價格仍然是下跌了 那目前看到公債和投資等級的公司債有一個小反彈 但是第三季仍不能延續 對投資部位比較大的金融股 就是一個很關鍵要關注的對象 那金城五月的股東會有提到 會在債券的部分做比較大的加碼 如果債券持續在第三季有延續漲勢 那金城在目前這個價位算是很不錯的潮底的位置 後面又再說一下我自己預期的投資價格 那在銀行本業的部分 銀行存款與放款的金融仍然是維持成長的 在存放款利差的部分 第一季是微幅下降到了1.86% 不過相比時到關股大概是在1.3-1.4左右 表現還算是相對來的好 那第二季的數據出來應該也會受到升息的影響而提升 那另外手續費的收入的部分則是大致上維持穩定的成長 那金城在本業的話 基本上都算是穩定的在成長中 那最重要影響獲利的波動 比較大還是來自於股債市投資的部位 再看到銀行的三大風險指標 金城預放比為0.02% 是遠低於0.3%的標準 金城雖然是專注在中小企業的販款 但是也沒有因為這樣就讓販款風險變高 待帳覆蓋率7283% 這是表示銀行提波對應處理待帳的金額 也是高於一般銀行500-800%的水準 那資本市值率表示銀行自由的資本與風險資產的比例 是15.67% 也一樣是在業界高標的水準 那可以看到金城的財務體質是相當良好 在銀行股算是排在很前面的自由身 配期政策上 每年平均值率很穩定的在10-5%左右 那都是以現金的方式來發放 今年因為股價跌幅比較大 以今年配2.1塊的話 值率是突破了6% 不過今年的獲利基本上還是會比去年衰退 所以明年的配期很難會像今年一樣的高 那如果我是為了值率來買 明年可能就會有點小失望了 不過如果是長期存股足的話 目前這個價位後年之後的值率應該就會很不錯了 那在價值評估的部分 從19年到21年期間 最低的金值比在0.78倍 平均值在0.96倍 均值和最低值的中年值在0.87倍 從金城的股價金值比河流圖可以看到 幾乎已經到了大概0.8-0.09倍之間 幾乎過去是不太會碰到的價格區間 這邊有一個小盲點要稍微修正一下 可以看到金城的每股禁止 因為持有的股票 債券會有資產的減損 這會導致禁止的鎖水 所以可以看到第一季每股禁止41.77塊 就相比去年第四季43.6塊是下降4%多 那今年第2季股市這台市也沒有好到哪去 所以大概以禁止減損一樣是4%來算 然後再加上配期的影響也算進來之後 對應長期價值的均價是在36.6塊 年價在32.9塊 那加碼價是在29.2塊 投資人要再密切的關注股債市的變化 尤其是債市的部分 如果債市持續有債回溫 那差不多目前預估的價格 我認為就算是很保守了 價格要是到了我就會加碼建倉 那如果到第三季再次的價格又繼續殺回來 那禁止一樣會持續的減損 那預估的價格就要往下動態的做調整 除非有很強大的現金流可以持續的加碼 那不然還沒到真的很便宜的價格以下 就先不要大幅的做投入 能忍住就忍住 不然之後可能會想要剁掉自己的手 那今天就先到這囉 我們下次再來分享一些其他的金融股 掰掰 新鮮薩 我們下次再上傳這個 也不是很新鮮的 小朋友 我們下次再不要互相 這個 那是 你 那是